大家好,這次其實是我第一次拍有我聲的影片 因為平時我的影片只有字幕和沒有我聲音 那這次為什麼要特地拍一段影片 就是想介紹五款不同的chip 應該是說levelchip,讓大家認識一下 這顆是官方的,這兩顆是香港人製造的 這兩顆是台灣製造的 今天新鮮滾熱辣菜到,當然要介紹一下 其實levelchip也是一個很有用的產品 因為有一些超絕世代的陀螺 例如帝王絞沙,它回轉的時候會有髮的情況出現 主要是因為它裝,先裝一裝給大家看 因為它的層面和鐵中間就會有一個很大的空位 主要是會導致它會發發發發的 其實有levelchip就會做到一個穩定的作用 可能未有levelchip的朋友就會不知道怎麼裝 可能其他頻道也有介紹過 不過這裡也可以再介紹一次 就是這樣的,對著零柱位對著零形位 其實一部分已經安裝完成了 那拆呢,官方也有介紹過可以用鐵頂著它來拆 但其實如果你有指甲呢 有足夠的長度,其實一頂都可以退出來 其實很容易而已 這次不是說有五顆levelchip 其實那個重量呢,都可以磅給大家看 只差很少而已 大家都是大約0.6到0.7克 那我先搏一邊 逐顆逐顆試試給大家看 那首先就是官方這一顆 0.7克 以黑做單位啊 不要拿公斤啊,好可怕啊 那香港版第一顆 0.4有些...不是啊,走了 0.6 那另外這顆 0.5 台灣的金色 都是0.5 那最後就是白色 有L字樣的 0.7 0.7 那好像感覺上這一顆就比較接近官方啦 那就...但是我事前都做了少少準備功夫的 那是什麼呢?就是裝上去之後 再上了鐵底 那跟官方比較一下 那我先裝了 那因為這個末日就比較平衡 那相對地就會... 那我就示範一下 那這個...都對位的 因為它是官方 不是啊,官方不對位 那怎麼會是官方呢? 那就... 哎呀 還有遲思 一般般都是鬆的,其實就沒有太大分別 那...到...香港的作品啦 那我試試裝先 那... 都是對著位置 推進去扣 哎呀,我剛才也裝得不好 啊,其實這個軸心又比較好 我先拿個底顆 就救命底了 好了,那大家聽到聲音了 那其實跟官方的差不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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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下一個就是... 都是香港的 那... 其實這顆呢 就...大家就會聽到 那個分別很大 其實... 是怎樣呢? 是怎樣呢? 是不是... 很黏 好像神鳥換了chip那種實的感覺 因為剛才我量過一下它的厚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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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這顆呢 那個厚度呢 厚度就是0.15mm 不是喔 不是0.15 1.5mm 講錯了 1.5mm 那... 那... 藍色這顆香港的作品呢 都是1.5mm 但是這個呢 就... 1.7mm 原來都0.2mm 已經做到 一個很大的分別 那... 我再試台灣那些給大家試一下 那... 其實這顆台灣那顆呢 要... 講一講先 因為它就比較多瑕疵位的 因為香港那顆 藍色那顆 就... 經那個... 作者自己修補過 嗯... 打磨過一下 那那個... 瑕疵會少了 那... 那... 但是台灣這個呢 就可能沒有收拾過 那... 那... 不要緊的 我可以都... 裝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比較實一點 有點怕會斷 其實我很小心裝的 但如果它斷我都真的... 沒辦法了 因為其實這顆起台灣群組都... 收到一些意見 就是說它很容易斷 那... 那你們可以見到那個寧柱呢 呃... 不是完全適合位都會有一點點 漏出來 那... 不要緊的 那我照試裝它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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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拆開它 呃... 開始有一點點問題了 因為... 我不知道它究竟是... 那個柱位做得不好啊 還是什麼 那... 那... 好不幸地... 就斷了 那... 那... 可能是因為它那個... 材料的問題 我忘記它是說... 有關於粟米的原料 那... 可能比較脆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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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好... 好慘啊 悲劇收場已經斷了一粒了 那... 到最後這個L字樣啦 那... 看下去它就會比較... 硬身一點啦 而且它沒有那麼多坑... 坑... 因為這些其實都會有些坑紋的 這些有坑紋的 都是3D打印的痕跡 那... 這個就... 比較獨特一點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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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撿得很漂亮啊 那它的邊位 那我就照裝一次吧 嘿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就真的非常合配的 это... 都很漂亮 還很接近原裝 那... 再... 還升上陀螺 這個... 這個都很接近原裝 完成,只有这一粒是有坑纹的 其他这些都是没有坑纹的 哎呀,放得漂亮一点点 其实就是红色这一粒最接近官方的 就这个纹理来说 但是始终它厚度的问题 就会令到类型会比较似神料 究竟好还是不好呢? 真的要打过才知道 我打过其实差不多 但是感觉比较奇怪一点点 中观而言 其实这粒的完成度老实说是最高 我装了筆下十次都没有断 还是很帅 它的边缘位也做得好 其实这粒是比较接近原装的 虽然原装里面有个内壁是会窄一点点 大家都没有做到 但是我都会欣赏每一位创作者去制造这粒 无论它用了什么材料 无论我是不是弄断了 我也觉得是一个欣赏的态度 始终怎么说呢 因为以前香港 或者说现在香港都没有Level Chip买 如果大家想试试稳定一下帝王搞沙 其实Level Chip 就算是不跟别人做 效果也会相弱 当然了 价钱也不会差得多 其实我明白 为什么创作者会想弄Level Chip 因为之前在日拍太贵了 就算一粒用土伐券 三张土伐券换的这粒Chip 都要5千多日圆 我觉得是很贵的 其实这些都是配件的一种 不用那么贵的 还有下个月呢 ColorColor有个 ColorColor有送一粒透明黄色的 买卖区市的人 开团扣就78元一本 其实就很划算 因为就算是蓝色这粒 到现在便宜也要千多日圆 送到回来香港也要百多元 至于这些都是几十元一粒 又我个人意见 都是持一个欣赏的态度 去尊重这几位作者 其实他们不是翻版 他们也会介意改良或者改动 如果大家真的尊重或者支持他们 不妨买一粒 其实还可以的 没问题的 即是当收藏也可以的 好像我这样 就货金了 其实没所谓的 真的 但是这个官方这粒 其实蓝色是比透明黄色的 个人的感觉上 所以到时大家 如果有钱的时候 再做一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 这些的话 买一粒半粒都没所谓的 支持一下作者嘛 对不对 当然啦 官方的金银铜 之前过了万日圆 也真的比较贵了 一点 所以他们才会做几个选择出来 让大家用一下 那 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 因为我真的比较 害羞少少拍片 是啊 如果有什么意见 记得在下面留言和我说 我没问题的 其实同工会一样 我都很乐于接受意见的 是啊 那 你们肯留言我 我会逐一提 是啊 那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